另外来关心提醒大家如果坐计程车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给你来路不明的饮料千万不要喝 这是台北县新建警方破获了一个计程车司机 性侵未成年女乘客的案件 这40多岁的黄姓驾驶 他先是请这个乘客喝下放有迷药的饮料之客 就将人带到旅馆多次性侵 现在被害人的家属呢看到嫌犯被逮捕 在警局看到这嫌犯的时候 气得想冲畅前动手打人 嫌犯才一踏出警局准备被移送的时候 受害人的父亲亲一奔的冲上前想要打人 因为他16岁的女儿只是坐上了嫌犯的计程车 没想到就被嫌犯下药性侵多次刀成 嫌犯把关受压警戒 让一些被人打出来指认 这名41岁的黄姓司机面对镜头毫无回忆 他犯案的时候就是开着向二手车行租来的小客车 在第一次载到被害人的时候向他留下名片 等客人再度叫车的时候 就骗对方喝下残有迷药的饮料 再下手性侵 事后还威胁少女不得泄密 这个臭腹心承我很自责 我喜欢台湾发育 方法给我一个公道 警方目前研判黄姓嫌犯犯案不止一起 现在希望其他的被害人也能勇于出面执任 让法官将这名二郎审计以罚